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说 佛说与你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万物讲求缘分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自己 就像佛一样 有些学佛的人有着福报 认为佛好 就让别人去学佛 但这样呢,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能够学佛呀 其实是要与佛有着很深厚的缘分 这样学佛呢,才会得到福报 那怎么去分辨有没有佛缘呢? 办法呀,就是当你见到佛像的时候 会有三种反应 只要有了,就注定与佛是有着缘分的 见到佛像有这三个反应的人 佛缘深厚 佛教从印度传到我们国家的时候 到现在有着几千年的历史 已经见证了很多 有的人在学佛的时候进步很慢 但有的人却很快 就是因为有着佛缘 如果有了佛缘 修行啊,就会很顺利 第一种反应就是喜欢听一些经典的佛文 还有一些佛歌 我记得有一次去到寺庙的时候 想要去求姻缘 我在拜的时候呢 听到旁边有一个老奶奶 她在与一位高僧说话 分享着自己的故事 老奶奶说 在小的时候是在战争年代 当时社会动荡不安 每天都会害怕吃不饱 有一天呢 这位老奶奶跟着父亲 去到了一个破败的庙里 里面还有一些僧人 由于呢已经是在晚上了 就在寺庙里住下了 老奶奶说 她是被僧人们的送毒声音吵醒了 还有沐鱼的声音 不过老奶奶并没有觉得烦躁 反而觉得心中更加的平静了 老奶奶一直很喜欢这样的声音 长大之后呢 一直忘不了这种让人能够清静的声音 她到现在为止 还会去寺庙当中去诵经念佛 这也许就是跟佛有着缘分吧 所以听到僧人们诵经 才会感觉到平静 第二种是喜欢寺庙里的宁静 有些人喜欢热闹 有些人喜欢清静 在寺庙当中呢 区别于城市的喧嚣 就有着一种特殊的宁静 那些没有佛缘的人 他们去到寺庙的时候 他们往往待得不久 一旦时间久了 就会觉得浑身难受 他们认为僧人的生活很无聊 每天都是吃斋念佛 循环往复 这样没有乐趣的生活 有些人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但是另外的人 他们来到寺庙之后 非常的享受寺庙中的清静 他们去到寺庙之后 会到清静的地方 然后去感受一下佛法 所以这样的人 就是与佛法有着缘分的人 因为在寺庙中 他们能够找到归属感 第三种就是 看见佛像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清静 在生活中的时候呢 有些人 他们做着拜佛的动作 还去烧香等等 一切程序他们都做了 但是这些人却从来都不知道 自己拜的佛是谁 另外一种人呢 他们见到佛像的时候 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亲切 还拥有着情感 会让自己感动 这样的人 就是与佛有着缘分的 因为他们只是见一面 在其他地方的时候 也会一眼就认出来 因为他的内心当中啊 对佛充满着感情 这类人拜佛的时候 就有着安全感 只要你身上有着三种特征 就说明你啊 与佛祖是有着缘分的 不过就算没有 只要你坚持修行 记住一点 要诚心 那你啊 也会得到福报的 如果心不成 那福报自然就没有了 与佛有缘之人的特质 在佛学当中啊 常常说着普度众生 度的大多数都是有缘的人 如果与佛没有缘分的人 佛也是很难度成功的 虽然佛曾经对世人说过 众生是有着佛性的 都可以成为佛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有一些众生 业力上不一样 那些业障很重的那些人 他们是很难得到佛法的 因为啊 就算你想去度他 他也不会去听你的劝告 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够与佛有缘呢 正知 正念 正觉 是心中有着这三正的人 就是跟佛有着缘分 很多人认为佛法是比较迷信的 所以就选择了不相信 但是啊 不是这样的 佛法呢 其实是一个高深的智慧 不是迷信 那些迷信之人啊 反而离佛是很远的 只要是跟佛有缘的人 他们不是那种 只会烧香拜佛的人 而这样的人啊 是愚痴 也不是那些 只会守在菩萨像旁边的人 他们的内心是善良的 怀着慈悲的心态 他们是在用实际的行动 去做善事 所以不管他心中是否信佛 他已经有了佛性 善根是非常的深厚的 跟佛有着很深的缘分 只要心中善良 有敬畏心 那佛就在身边 自然会必有你 一个人不一定必须要学佛 但是这个人啊 必须要着佛性 还有因果关系 也要相信 因为这是世间的法则 有佛家的人总结出来了 与佛有着缘分的 身上其实有着五种特质 第一种就是善良厚道 喜欢布施 人最忌讳的呀 就是贪 贪得越多 得道就越少 在佛家当中 修行的法门有着六种 有一个就是布施 人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要懂得舍弃 有了舍弃就会有德 那些自私自利的人 喜欢贪图便宜的 往往是成不了大器 因为这世间啊 有着因果关系 只有你善待别人 别人才会善待你 而善良的人 他们的福报是不会少的 只要心中保持着善念 老天就会保佑你 因为这个福气啊 是来自你的善行当中 你对别人宽恕 就是在帮助自己 如果你刻薄 那你的福气也就比较薄了 记住一条忠告 对待事情要少计较 多包容别人 这都是在给自己 积累功德与福报 第二种呢 就是孝顺父母 要懂得感恩 学佛不是看形式上 有多完美 也不是向外修行 是要注重自己的内心 从根本上去改变 让观念还有行为 都要有着善念 学佛不是让你成为异端 也不是让你做很多事情 只是让你的欲望减少 让你的心啊 更加的平静 让你心中充满着爱 就像是孝顺 在佛学当中啊 是非常重视孝道的 因为父母就像是在世的佛 你恭敬他们 就是在表达你心中的敬意 这样呢 就会有着无限量的功德 第三种就是内心很清静 没有什么挂念 无论看多少经书 念佛号也好 做这些事的目的 是为了让自己的心 更加纯粹 我们的修行 其实就是在修自己的心 人的心有着变化 你的念头也会跟着变化 随之而来的命运也就不同了 你的任何起心都是因 所受都是果 你有着什么样的念头 就有着什么样的行为 也会受到相关的果报 那些算命的先生 就算是很厉害吧 但是他们也无法算出 那些修行人的命运 这些修行的人 他们会转换自己的念头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就算是地域苦海 他们的内心也会发生改变 心中有着极乐净土 修行的人要修自己的心 不要有称怨 心中没有什么挂念 一切都跟着缘分所走 这样烦恼就会没有了 自然就得到了解脱 第四种事 要谦卑低调 不能够傲慢 有些有着修行的人 他们的性格是比较谦卑的 而且对人很温和 在佛家当中有一个手势 双手合十 而这个手势的意思是说 要告诫那些众生 心中要有敬畏之心 有着万物 做人不要骄傲自满 狂妄自大 往往这样的人 就很容易生灾祸 他们的福报啊 就走得越快 如果你去观察菩萨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们的面容都是低眉垂目的 如果我们连这个都做不到 怎么修行呢 第五种事 要管住自己的嘴 因为祸端啊 往往就是从口中说出来 说多了就会给自己带来祸害 在佛家呢 人是有着三种业力 第一种就是深业 第二种是异业 第三种是口业 很多人啊 都只在乎前面两种业力 后面的口业呢 就很少有人会去在意 那些人不知道的是 我们自己身上的福报 都会被自己的嘴 全部消耗完的 人的嘴巴是跟福或息息相关的 可以聚集财富 也会引火上身 如果你管不住自己的嘴 向他人造谣 在某一天的时候 就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世间万物是有着因果关系的法则的 你向别人输出什么样的观念 那你的命运则会回应你什么 如果你继续恶语重伤别人 那最终的结果就是伤害别人 折磨自己 要带着一颗真诚的心 说一些欢喜的话 自然也就为自己积攒了福气了 无论你与人还是佛接触 唯有一颗真心对待 才会收到真心的回报 保持善念修行 那你的心中自然是有着佛的 佛呢 也会在你的身边庇佑你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分享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